大家好,大家漫長好 今天來討論一個朋友送給我的連結 我覺得是時候來討論這個話題 現在大家都看到了 他現在就寫給我 Google前途陷入危機 嚴重危機半數手機用戶不手索控熱 等我閉一閉 會不會好一點 大致上說 Google面對很大的問題 因為社群專有極量工業 已經走過了巔峰時期,已經滑下坡 上屬人士表示 社群專用得少,最主要是各種APP 稍後我們再提出各種APP來討論 針對這個題目 他說 Google已經過市 Google陷入險境 是否事實是這樣 某個層面上 我面對朋友時 我真的想想 為何不浪費多些時間 增值一下自己 看看市場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這件事 就不只是靠這些網站 一句這樣的話 我當然再看下去 拉拉拉到最後 原來是這隻中國陳孫 就算了 即是說 其實 只不過是想 做臭個名字 想做臭Google的名字 那 OK 我就放小一點 放在一邊 OK 這樣就好了 OK 那繼續 跟著 我們來看看 過去 Apple五年的股價 你可以看到的是 其實 上落肯定有 短暫的上落 但是總體來說 是向上 往上走 那現在你說 Google會死呢? 我不知道這些數據怎麼來的 你不明白我 我看到圖是這樣 Google的股價向上升 最主要是大家看好它 對吧 那 你說 那 那 講過的收益 是不是在減少呢? 那我個人都認為 某個層面上是 的 競爭對手多了 一直都打不開中國的市場 但是 中國市場走出來 還是走不去 所以它都 是一定的危機在那裡 但是 Google是有一群很聰明的人 組成的 某個層面上 現在 再二下 我不敢說 這一刻 他們依然是 以智能的人為主 而不是這麼 business driven 就不是一直看的股價 所以你會不斷看到 有上有落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他們也是很有危機感 所以他們 他們都 開發了一些 這樣的 Chromecast的東西 叫做 Streamer 我可以說 Streamer 有35% 是 Chromecast的 device 你可以看到的 然後 它 還不斷出進 新的 新的 這個是 新的 Chromecast 橙色 這隻 就是大二代 Chromecast最主要是 Stream video 其實它也有出了一款 Stream audio 的 device 那 它也有其他收入 它就不只是單扣 一個 七星磚 再看看 這裡也寫到 表明 Google Selling 它不只是 墨页 賣廣告 你可以看到 它有其他的 Site Avenue 有 Network Avenue Other Avenue 就不只是 純粹 Pure 一個廣告的收益 去支撐 當然 當然 有一個過渡期 譬如說 廣告失益低了 其他的撐起 慢慢過渡 慢慢 慢慢去 去繼續成長 這個肯定是這樣的 就 不像Nokia那樣 譬如說 Nokia是一個好例子 它沒有多元發展 然後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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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死 然後就死了 對不對 再看 這裡也有說 Google 四個 不同的 四個賺錢的方法 除了 廣告收益 對不對 我不敢說 這些 現時可以完全取代廣告收益 當然 不可能 但是 只要這四支柱 如果可以成長的話 那麼 Google 怎麼會死呢 如果它們成功的話 比如說 Google Play Store 都有賺到錢 而且還很積極 現在還推廣 有沒有V 可以下載 看Stream 的功能 Google App Google App 其實就是 Online版本的Office 也有提供了 Gmail Email 功能 Google Doc 功能 然後整合了 Web site的功能 這些 很多東西 其實我 有機會再介紹 我沒有想到的是 竟然 在這裡寫 其實 Fortune 500 裡面 有 60%的人 是 口 是用 其實很多客人 在這裡賺錢 當然還有 Chromebook Chromebook 其實 不單止 只是打開現在的市場 其實是走回當年Microsoft的招數 當年 到處派賣 Windows Office 給人用 甚至 Adobe Student Version 有便宜的版本 最主要就是打開根機 日後 例如 你作為一個僱主 例如 例如 你是一個設計公司 你找 人 做設計 難道你找 GIM GIM Open Source 都沒有人適用 那你說 我請Adobe 外面 外面 都會有 隨手 都會拿到設計公司 這是雞與雞蛋的問題 那些僱主 傾向要聘請 聘請 認識Adobe的人 那 有很多 market 工作機會 那些人 就去學 學了 更多人認識Adobe 那僱主又更加找人 更加傾向去聘請Adobe的人 就是這樣 互為 同樣的道理 這個Chromebook 讓他們習慣了 讓年輕人習慣了 我們這一輩子 都還習慣用 Word Excel 在電腦上做工 但是 你想想 這班人 如果Chromebook 習慣了用 Cloud-based的東西 那 還要去Google Cloud 那 那 誰 給錢 誰 會令Google 賺錢 當然 Google 有自己的 Cloud 服務 當然 老實說 Google現在的 Cloud 服務 我作為一個項目 我都不認為 它是任何一個人的 競爭對手 沒有人視它為競爭對手 老實說 不會將它作為一個 很大威脅性的對手 但是 至少在做 當然 Google Fiber 連ISP 都在做 你可以看到 它 日後 令更多人可以online 的時候 它的所有服務 都可以賺錢 不單單只是advertisement 你不要忘記 不是說 很多人可以online 收 這是其中之一 但是 同時可以stream更多電影 可能是有益 Apple 也有益 它有些 通常住於 新卡拉的地方 連ISP都沒有的人 通常他們 比較傾向買便宜的 所以 Chrome Class 那些 其實就是 你的target customer Google Ads 其實比Microsoft 那些便宜 也是傾向這些情況 所以 你問我 Google 會不會陷入現況 我個人認為 現時不會 未來 我不敢說 但是 現在的趨勢 其實Google 是不斷地嘗試 各種各樣的事情 甚至乎 這個最新的 Google Search 可以幫你plan 還有Tour Guide 當然 對很多人來說 他們要找最便宜的 酒店 最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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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機票 最便宜的火機 以最低的成本去玩 那可能 這個Destination 這個Service 叫做Destination Google 可能不可以百分百幫到你 因為 它其實真的可以提供 飛機票 應該坐哪班 火車應該坐哪班 住哪個Hotel 一條龍服務 基本上 如果你是有錢人 你不需要找Agent 你按這個 他就幫你plan好 你跟著他便宜的 他又出發的飛機票 或者交通工具 然後到你的國家 到那個國家 然後再去那些景點 各個不同的景點 去幫你排賣 排賣之後 排賣Hotel 排賣Hotel 排賣Hotel之後 大二日大三日 排指去 直到你飛回來 還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 其實Google很努力地嘗試 而不是 他不會說 我的SERCH ENGINE很好 或者我的Android很好 我坐在那裡等著 他生根蛋 不是這樣的 他們很有危機意識 今天為什麼突然說這個 因為我找到這堆資料 放置在我的browser 放開很久 那我就 那我就 要關掉 所以 我就 儘快說了 這個話題 放在那裡很久 我就儘快說了 那 在朋友的group chat裡 其他人都表示 他們都很少用Google去搜尋 最主要用Apps去搜尋 有什麼酒店便便 有什麼好吃的地方 我個人認為 其實這些不是不行 所以 人家賺錢都是為了娛樂 為了過生活 但是如果 看著重於這種Apps 我覺得人 其實是會 負難 裡面負難 真空 因為沒有靈魂 得富 行屍走肉 去玩 坐飛機 去酒店 去吃 就只有這麼多 人會腐敗 裡面會負難 只不過是一個 我經常跟她說 我老婆看追 我都跟她說 看什麼 整條街都是 個個都行響的街 但是 是 死的 沒有靈魂的 為什麼我說 Google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學 是因為 好像一個移民的時候 你問問Google 為什麼你去Facebook 你想Facebook 只不過你想一個 直接的答案 人跟你說 一加一等於多少 你沒有想過要去 做一些研究 到底一加一等於多少 為什麼一加一等於二 如果你找到答案之後 這些都不是一個App 可以告訴你 而是要自己尋找 自己去發掘才找到答案 類似這樣的東西 就是 就是 如果我很喜歡日本一個地方 比如說霜根 你不可以透過那個 的 ап 跟你說到底霜根 是怎樣的事情 沒有他的歷史會怎樣 曾經發生過什麼 這些都不是一個App 可以告訴你 而是 應該是 要用GOOGLE 去尋找 去看別人的 blog 寫什麼 去看別人的 wiki 寫什麼 這樣才能學到的東西,你才會對這個地方更了解 我去雙巾,飛機票點便宜,酒店便宜,哪間食物好吃 我去雙巾,我去雙巾,我去雙巾 對我而言,當然你可以不認同,很多人都是這樣做 我覺得沒有人看我的事,我講得太嚴肅 但是很多時候,很多時候人就是要這樣 如果你不可以只喝飲食男女,人是會發臭的 這段影片,除了要錄給我朋友看,都是錄給大家看 我覺得是時候大家去充實一下自己,令自己更有內涵 有人生目標,更有知識 不要因為一篇文章…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朋友會期望什麼 一個人會問我,你怎樣看 你問我有怎樣看,我就這樣看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